企友们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的时局经节 我是彭全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棋局是 第十三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八强战的一盘对局 对阵的双方是韩国的变相一九段 对阵中国的联校九段 我们马上进入棋局来给大家边说边聊 这盘棋拆先之后 联校拆到了黑棋 韩国等级分的当时的第三人 等级分排名第三的变相一直白 这两位棋手都很有意思 都是叱咤棋坛已经数十年 特别是联校 变相一稍微可能不到十年 就是在顶尖的行列 而肖肖已经是十年 在中国最顶尖的棋手中 行列中一直名列前茅 等级分也是一直稳定在前五名 基本上 然后有一度还一度杀到第二 甚至第一的位置 然后国内的话 拿到了无数次的冠军 这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但是作为世界比赛 我们都知道联校的发挥 稍微有一些不尽如人意 其实我们在过去十年 这里有一个小的数据 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过去十年 是十年中八次进入到世界大赛的八强 但是有一个叫八强 他个人的八强魔咒 也就是说每一次 再进入到八进寺的 最关键的阶段 八次都遗憾地 引恨而归 其实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比分 也就是说 跟他的实力是完全不相符的 但是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数据 这次的春兰碑 应该是他的第九次 八进寺之旅 看看他能不能超越自我 突破自己 当然他的对手也是非常的强 也是韩国最顶尖的 几位棋手之一 边向一 我们看看这个棋局 然后双方的话 黑棋下了一个 对小木的一个二肩高跳 这个棋也是在高手们 最近的对局中非常的频繁 棋友们就是 更多的话会下一个挂角 高挂 我相信棋友们可能这里见得更多 为什么要下高挂呢 其实也是担心 低挂了之后的一些夹击 因为这个棋型呢 白棋只要是低挂 一定会遭到 没有任何的悬念 一定一定会遭到黑棋的夹击 以后我再告诉大家为什么 就是说 当然如果你高挂拆边的话 那就是大家平淡的开局了 黑棋也可能挂角 也可能挂角 点三三都有可能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开局 那这时候我们要跟其中 我们说下这部低挂 为什么黑棋一定会夹击的原因 这里我们要给大家去分析一下 因为最主要就是 左上角的这个二肩高跳的配置 请我们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如果选择一个尖或者飞的话 对方一定会这里去展开 去拆一个边 我们就打拆二来说 这时候请我们会看到 你整个这个骑行就有 显得有一点自相矛盾 这个配置 最大的问题点在哪呢 就是这个二肩高跳 请我们 这里我要花几分钟 或花一点小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二肩高跳 请我们经常会见到这部起 对吧 也看高手天天用 但是呢 为什么我说它有一些弊端呢 它的好处非常的明显 骑的速度很快 未来如果形成一些模样 或者战斗的时候 特别是在它高跳的 比如现在的这个左边 或者是上边 那它这个叫如虎天翼 因为它的骑行非常的快速 非常利于中央的战斗和发展 这是所有二肩高跳的好处 当它的弊端也非常的明显 明显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下盘不稳 什么叫下盘不稳 就是当白棋 点进这个脚里的时候 我们的时空是 没有办法保留的 请我们 就是这个点了托 一起没有办法吃死白棋 也就是说这个脚 随时是处在一个 失手的状态的 我们给大家摆一个基本图 大家就能明白了 就基本上你点的话 就可能会像这个样子 请问 为什么要摆这个基本图呢 就是我们先了解完 它的这个二肩高跳的利弊之后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右上角的定时选择 大家就可能就看明白了 就这个时候呢 由于我们很容易形成外事 然后我们的这个下盘不稳 容易被对方那个取时空 容易被掏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请我们会看到呢 我们把这两个字拿掉 那为了让这个二肩高家的 这个子孝最大化 或者说未来这个最大化 我们最好就是要形成战斗 和两翼张开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 在上面这条边 绝对不能让黑 白棋轻易的安定 也就是说摆一个猜耳 植物符摆一个猜耳 你去肩飞都会猜耳 肩顶的话就更糟糕了 这个定时 请我们看到 那不是猜耳了 人家还剩猜三了 所以说呢 这时候呢 对于黑棋来说 基本上加击是唯一的选择 请我们 他加击完之后 未来甚至在这边 再两翼张开的时候 整个 请我们会看到 以左上为核心的一个大模样 就直接就起来了 而且呢 如果我下一个加击 高家或低家 你胆敢飞的话 我们就硬来 只要 全局发生一个 大规模的绞杀和激战 这个棋 二肩高跳的这个位置 我们这里 当不能给大家摆 这个复杂定式了 那我们棋局就不用讲了 一个小时都不够 那我们可以摆一个 基本的圆形 圆形之后 请我们可以议会一下 就是当黑棋这边 有一些外事的时候 那这个二肩高跳 它依托这个 然后一个两翼张开 整个的外边的配置是 应该说是顶配 或者说是绝配 请我们 没有之一 因为这个二肩高跳 一定是最好的位置 所以这里也就告诫 请我们 如果我们去下一些 二肩高跳的时候 面临这个低挂的时候 你一定要勇敢地加 这里没有办法 它没有办法 闪身也退让 你加这个 加这个都可以 而且面对飞压 一定得冲断 不可能爬的 爬的话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说 这里就要求 二肩高跳 下这个对小木的高手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一定要对 这个飞压冲断的 后续的 这个复杂的 这个变化 要胸有成竹 就你一定不能 使空成绩 因为你自己 是没有退路的 在这个指效和配置上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会 这个冲断之后的 各种各样的变化 你只有成竹在胸 你才能够下这个 对小木的 二肩高跳手脚 加这个下法 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我告诉球门 就是严格来说 那你就不能下这个布局 因为你这里 是没有选择的 这是一个单行线 它跟普通的心位 是不一样的 心位你是可以不加的 因为这里的 球门 这条边 没有那么的大 当然如果你是五油脚 也可以了 如果你五油脚 你就不用加了 对吧 因为它拆过来之后 你的脚是实在的 你完全可以 拖先走别的 就是说 二肩高跳的 利弊和后续的 连续的战斗的风格 也可以 其我们就介绍清楚了 就说当然了 这个肖肖是绝对不会 手软的 这个地方一定要加 然后它的夹击 也是让韩国的变向衣 有一点疑惑 实际上的小编 也是做出了一个 我觉得 某种程度上的妥协 其我们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让 感觉气势 稍微有点弱 就它没敢飞 挂完之后呢 看看你敢不敢 你敢的话呢 我想想 这个事情 我会吗 或者说是我那么熟悉吗 如果我没有那么熟悉 特别是顶着这个二肩 高跳的这个手脚 去下这个大规模的战斗 还是会有点顾忌 有点发怵 发怵的话 它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看它的实战 这时候 当它不敢 大 飞压的时候呢 它就脱线了 其实脱线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但是呢 我觉得高手相争 其实我觉得气势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虽然说这个高跳呢 也手脚没有任何问题 包括后续的下坏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总觉得 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是两个高手相争的时候 你的气势 感觉弱了几分 对吧 那要不你还是高挂算了 对吧 你既然自己整了个低挂 又不敢飞压了 对吧 这个时候 说实话 多多少少 我觉得韩国的变相 有一点 就是在这个上面的选择上 主要是气势上 感觉有点弱 而且呢 很长对方的士气 也就是说 对方一加击 你不敢走了 对吧 那我就知道了 你肯定是不会 对吧 你肯定不敢不会嘛 那这个期我也知道了 你今天要避战 你不敢跟我大规模的战斗 其实你把你的底牌就漏了 我不知道这么说 大家能明白 就是你把你的战略的底牌就漏 就相当于过早的 就暴露 漏馅了 对吧 那这个其实就好下了 对吧 既然你今天 对吧 不敢跟我大面积的冲突 或者说你今天有点发怵 对吧 想跟我下一个那个阵地战 想跟我把其往后拖 对吧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这个飞 那既然你想往后拖 对吧 对吧 你今天有一点气势不足 对吧 那我们就 对吧 直接 你怕什么 我们就来什么 对吧 你怕乱战 我们就直接跟你扭杀 其实这个 我个人觉得 就这步棋 虽然说局势可能还是两分 但是这个下法 我是不推荐的 因为你过早地暴露了你的目的 小编同学好像 韩国的边相 这个时候显得有一点 我觉得年轻更稚嫩了 就他太过早地把自己的战略目标 给暴露了 说到这里的话 请问说 那你暴露目标有什么坏处呢 大家会可以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大家回忆一下 比如这时候我们来说一下李十十九段 对吧 韩国的一代霸主 一代天王李十十 小李的其实最大的特点 他其实也是破绽很多的 下棋也是经常 面临临绝境的 但是他有个最大的特点 我相信其我们记忆犹新 对吧 他的妙手跟鬼手特别多 特别是绝地反击 那就是什么呢 他给对方巨大的心理压力 而且对方摸不透他 对吧 那个就像那个小李飞刀 他要从哪里飞出来 你就最后呢 你特别是你优势的时候 你就草木皆兵 对吧 他的气场很强 但是呢 我们再一看这盘棋的变相一 我们先不去说 这个局部到底谁优势 请我们看到 你一上来 对吧 走了一个七十凶 走了一个低挂之后 然后就各种的 请我们看到 腾罗闪躲 然后这个点也是 希望这个以后能够占个便宜 但其他可能点感觉又亏了 飞是个好期 如果挡的话就会被 白棋先手 就相当于先手便宜一下 他也没有太多的意思 就气死了嘛 飞的话他可以断在外边 这样的话 请我们看到味道会更好 因为吃的话已经没有用了 我先把这个小局部给大家看一看 这般棋的连校 逍遥应该说是状态非常的好 请我们看直接就被摁死了 比刚才虎会好得多 只有飞完一段呢 应该黑棋又占据了一个小的便宜 白的只能全线 全线后退 然后黑的小飞把整个上方都控制住 把这个子基本上就惊吞了 结果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不说好坏 全部就会感觉到 你的这个两军相遇 对吧 我们都知道是勇者胜 对吧 你不勇呢 至少你要出奇谋 对吧 你总之你不能让对手觉得 一上来你就有点怂 对吧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吗 整个奇虽然说好像也 也能下对吧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到 包括这些点 总而言之你就感觉你有点气势不足 对吧 就不敢走正面 你知道吧 不敢堂堂正正地跟对方决战 其实呢就是一种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两个决定高手 你有点示弱的表现 就这个表现其实是很不好的 这只会助长你的对手的士气 对吧 而且呢你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想法之后 要想这个往后拖了这些想法之后 对手一定会一招狠过一招 就是你过早地暴露你的战略目的了 这在高手相争中也是一个大忌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这盘棋 整体来说 这个变相仪已经好起不齐 我们会看到 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落入到了一个 这个自己的 给自己挖的一个陷阱 或者说战略上的一个坑 也就让其实年校的心态 变得更加的稳定 其实刚才我们也介绍过 十年八次那个八进四实力 其实这盘棋 真正的心理压力是在连校这边的 他肯定很渴望 对吧 战胜变相仪挺进四强 首次挺进四强 对吧 其实你如果下得更积极一点 所以小编来说 下得更主动一点 对吧 其实压力是在连校这边的 但是呢 没有如果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躲闪的下法 就包括这个点 其实点也没看懂 你既然这边已经走了 你有两亿张开 或者是正常的拆边 点的话 其实也会让你的这个兄弟 以后无忌而中的概率 无限地加大 本来你这里碰靠 还是有机会活的 大家看看 但你这点完之后 对吧 就感觉好像这个队友 就已经没有人管他了 就是感觉这个卖队友 卖的是非常彻底的 关键是呢 这些下法 我想说的是 最最主要的是 你没有杀伤力求 就是你 对方不怕你 对吧 就跟刚刚我们说的一样 小李他也不是说 旗下的有多么的严谨 关键是呢 你就会最后草木皆兵 感觉他处处那个飞刀都存在 对吧 自己就把自己下得不轻了 对吧 然后所以说他乱中他就能赢 这就是气场 对吧 你这个旗下的呢 说实话 作为一个韩国 这个排名第三的高手 对吧 稍微有一点 我觉得怯场 这也就是会让黑棋呢 会这个越战越勇 我觉得 虽然说局势还是两分 但是这个下法 我觉得很难把握 我们接下来看 当点了跳之后 他的目的是希望 黑的进行一个长 或者挖 然后呢 他就拖先塌头了 应该是某种程度的一种 我理解一种先手便宜 而且你在拖 这个挖来过 这瞬间他会拖你的脚 这应该也是一个套 小套餐 给大家介绍一下 拖脚的话 黑的还是有点难过的 因为如果你搬外边的话 这里他会通过一个反搬 你只能长 然后他再打回来 他就很巧妙的 把你这个脚给破掉了 等于是借着你打了这个劲 借着你的力 借力打力 他就把你的脚破了 如果你是搬里边的话呢 那他这个棋他就不下了 他以后就从外面尝了 这就是围棋好玩的地方 因为他已经以后有了一个 搬脚的味道 你这里 大概率会让他有一个活脚的味道 以后他就会往天上尝 他就全部都气掉 其实下的是很妙的 这个地方 如果你长的话呢 他以后他就从这边直接飞 或者搭下来 他就不去沾了嘛 因为他飞完之后 他这里还会有一个飞 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拖鞋 他又来了 很烦 这地方 对吧 就说你的这个棋呢 其实本身点了跳是一步好棋 虽然我刚才跟大家说了那么多 批评了小编那么多 但是其实从技术上来说 毕竟是韩国的决顶高手 是没有问题的 只能我只说 他气势上就起下来有点弱 技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请我们注意 就是就划分两头说 请我们 然后这时候呢 虽然说跳到这里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形状也是不太好走 而且呢 隐隐于约左边 这个白棋以后会形成一个模样 所以说这时候呢 小小也是当机立断 直接进入三三 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其实也没有听过一个 很好玩的一个小段子 就是说 遇事不决 或者其我们布局不会下的时候 对吧 经常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小的段子 就是说 遇事不决 或者说是你不会下的时候 这个布局 不知道走哪里的时候 那就点个三三吧 对吧 只要对方有个心理点个三三 反正点三三不会有大错 对吧 现在都是一个最流行的下方 当然这是开玩笑 其实这个点三三是非常棒的 我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说非常棒呢 因为齐文会看到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 左边 蔚来这里拦下来之后 那个白棋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蔚来发展前景很可观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尴尬的现状 我们把这个棋给大家翻住 这样大家就能看懂了 其实下边跟左边一样宽 其实下边模样更大 只有这时候黑棋一点三三 白的就陷入到一个困境了 我挡哪边呢 因为我两边都大 如果只有一边大 我就不用思考了 比如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白的没有去点那个 去下面连了片 如果这时候你点 我就不需要动脑子了 我不可能挡这边了 引狼入室 我肯定是把你拒之门外 然后一阵压 对吧 顺势过去 然后这次就结了 因为我现在模样的中心 一定是在下边 对吧 如果我猜的是左边 那你点三三 我也不用思考了 我一定是当左边 对吧 因为下边还没猜成边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最尴尬的现状就发生了 当你 他把这个棋撑得那么大之后 这时候黑棋一点的 这时候白棋就 显得有点左右为难 因为左边好像也挺大 下边也挺大 这时候小边边上一 就陷入到了一个小的困境 就是我到底要 挡哪边呢 而且挡哪边看起来都差不多 这就是 这个时候的一个 他的一个尴尬的处境 最终他决定的是选择了下边 但说实话我也搞不起哪边 就感觉只能凭感觉了 他选择下边之后呢 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接着看 这个定式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他拆边也没有问题 然后这时候黑的挖 把刚才说说的这个 虎过来给防住 他也下了这个拖 白棋黑的扳 然后他再长 但是呢 左边 而且我们会看到 通过这一连串的交换之后呢 左边基本上 白棋未来的发展 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然后这时候所有的火力 都集中在下边和右边 对吧 然后黑棋其实已经拿到很多时空了 通过点三三 通过上面不停的 那个扩张和吃白棋的这些子 整个上面全部是黑棋的天下 这时候把黑棋的时空 是非常理想的 就是当然白的有一个整体的大模样 也是完全搁占了两分 但接下来下一步棋 就体现出 联校对这盘棋的一个判定 或者说一个斗志 下部棋可以说让变相仪 一下我觉得就叫火冒三丈 我们来看一下 或者是火冒了八丈高 这时候对于整个 球们看到右边和下边的模样 其实我们会看到黑棋的角度 正常来说是要倾销下边的 因为很明显下边是一个立体的孔 对吧 这个打入或者倾销是当务之急 但是这个时候 由于要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和气势 或者说这盘棋 小小非常的自信联校 这时候他反其道而行 其实右边球们看到 规模明显不如下边 他先打窄的这一边 大家看属格子 下边是六个格子 这边是五个格子 明显下边更大 那球们就会觉得奇怪 那为什么高手反其道而行 明显下边空更大 他不打下边 他还去打右边 我们接下来 大家接着看这个棋 我先不给大家揭晓答案 我们看一看他的实战的下方 你就知道了 这个打住的话 白的一定是正头的 它不可能去守这个边的 球们 你去守边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你首先要证明 这个边要有时空要大 现在的话 这个边是标准的 就是一个漏斗状 因为你这个下盘是漏气的 这里随时二路会被别人跳进来 所以这个地方是没有空的 或者说空很小的 所以这时候的选择 一定不是尖或者丁的 一定是正头的 因为这个棋 我们经常也会面临对方的打入 其实如果这里告诫起我们一个思路 就是你首先不要去思考 这个局部 我们应该比如尖顶还是非正 你首先从大式的角度 明白吧 就是你从大局上去思考一下 因为尖顶的话 一定是这个边控 非正的话呢 也是放弃下面的控 然后我们构建中央的模样 你一定看一看 这个起我们是 就是下边的边控更大 还是上面的 把它压住以后 这个外式的用途更大 那现在的话 显而易见 对吧 因为白棋 整个下边的模样是超级大 所以说一定是正头的 对吧 但我们这里 给大家拆解一下 大家这里 不要在意我摆的这些招法 比如说这个时候是这样的 对吧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有模样 那这时候呢 你就不用思考了 因为呢 哪怕这个尖顶 这个边在小 你也得尖 因为你非没有意义 对不对 你把它送活之后 你这个外式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对方这里已经顶在你的脸上了 对吧 对吧 他的这个棋子已经说白了 贴在你的脸上了 对吧 已经紧逼贴身了 你完全这个后视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 面对这种打入的时候 你首先要思考一下 大的思路 我们是反了封印去 还是把它赶出来 对吧 坚定把它赶出来 我们拿点时空 这个非常重要 其实这个很好判断 只要大家思考一下 或者看一眼全局 都甚至不需要做任何的计算 你就能够得出结论 我们大的思路是 飞还是这个尖顶或者钉 对吧 具体比如说 我们是尖顶还是钉 甚至是飞还是压 对吧 这是一个具体的技术 技术呢 我们永远是在 战术和技术 永远是在战略的之后的 下围棋我们首先是战略 是方向 然后才是具体的 这些小技术 对吧 像现在来说呢 对吧 是飞正好 还是比较压好 这是一个技术 但是呢 只要其实我们 听了我刚才的 这个小建议之后呢 以后你们在每一次 像这种抉择的时候呢 你们都进行一下思考 和观察一下 周围的子力配置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找到 正确的方向和思路 对吧 我们只要大的方向和思路 对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整盘棋 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 对吧 局部的小的失误 那是永远不能解决不了的 对吧 失业冠军也犯错的 何况是我们普通的棋友 所以说不要去 过多的纠结局部的得失 从大处多看一看 这是我给大家建议 那就是说 这个阵头呢 是必然的 也是黑棋遇到的到的 我们接下来看 黑棋是怎么下的 非常的凶悍 点完之后 他也不活了 联小也不去活这个子了 把这个子也弃了 然后呢 就花了一手棋 把白棋的三个子给捉了 也就是说 在已经火烧眉毛的状态下 他又捞了一把时空 这里大概获利二十多亩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非常的明确 如果你胆敢在中间 进行一个违控 那我这时候一定是在某一个位置 就是一个很霸道的下法 没有什么 跟你没有什么好聊的 请我们看 就你只要敢为中间 我肯定就是下面一棍 那我不确定他具体棍在哪个位置 或者是拖什么的 就总而言之 就是我不在乎你 你敢为这模样 那我们就一决生死再打进去 你敢不敢 接下来的话呢 边向一又下出了一个 我觉得让我觉得不是很好的棋 就是 请我们就是 这番棋他的气势有点弱 就是说 虽然说这个下法可能很理智 请我们 就是这番棋的边向一 给人感觉非常的理智 非常的淡定 非常的冷静 但是呢 缺了一点 我觉得血气和血性和这个勇气 就说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也不用思考了 你就走嘛 对吧 凭什么他进来就能活嘛 已经都这样了 你中间不关门是什么意思嘛 就不想对不对 你也不用想来 你中间随便扔一个嘛 你这么扔一个也行 对吧 对吧 你还去保持什么全局的平衡嘛 其实特别简单 你中间一人他一进来 你把他一吃 你就赢了 对吧 当然了 吃不掉你就输了 对吧 但是呢 就这个时候 其实双方已经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 就是请我们注意 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了 而且本身 黑气的这下巴 非常的冒险 对吧 在等于是火烧没冒的情况下 他又去忙里偷钱 去捞一票实控 对吧 本身这个下巴 不一定是好的 甚至可以说 是有点无理的 对吧 面对对方的 似乎有点拼命和无理的下巴 我们来看看变相一的选择 他选择了什么呢 他选择了把上面那颗棋子 就是整出一些味道 说白了 你不吃了我一块吧 如果把上面这块活了 等于我也没死棋 继续 通过活上面那块棋 保持实地的平衡 虽然说这个下巴 很稳健很高级 而且白的 黑的不能去硬 硬的话 一旦被缠住 他是完全可以死的 你任何的打截 都是没有意义的 明白吧 就是甚至他可以 开截之后 他中间连走两手 因为本来就是你的空 就他的这个下巴 无可厚非 但是呢 球门会看到下也不起 黑棋直接就脱先了 就说我让你上面活了 球门 当然脱先 黑棋白的马 他就活了 我们来接着看 这里先手打两下之后 那这里打一下 然后这里顶一下 然后因为你脱先了嘛 他二路一半 大概率这块棋就活了 暂时不敢杀了 因为外面没有完全的封锁 就通过活了 上面的这个蚕子之后呢 他等于把右边的这个损失 就拿 时空的损失拿回来了 局势呢 又 又走向了 就是刚才的平衡 但是呢 最大的问题是呢 真的球门看到了 有没有感觉 他就 这个旗下的真的我觉得勇气不足 他这样子被黑的这样唬过来之后 被连向这样唬过来 虽然局势 现在白的没有落后 但是我们来看下而不起 就是明显我觉得 他不在一个拼搏的状态下 就是说点一个适应手 也是我们常用的 破坏这个 一肩高跳手脚的 小木的一个长形 如果你挡外边 黑的会爬一下 留下一个 打劫之后 他不会马上去打的 请我们摆一下 他这个有搬老虎 他留下一个打劫之后 他肯定就从上面来 清削了 比如上面这样的 尖冲或者阵头 也就是说你围上这个边的时候呢 以后他还有一个搬户打劫的机会 如果你挡这个 如果你挡脚上的 实际上他还挡脚上的 那就对不起了 请问 这就叫你又过分了 这事谈不拢了 我们来看看黑起 在这里 刚才是在这的 刚才不知道为啥可以移到这个位置了 不好意思 一直在这里 然后我们会看到呢 就是这个一个潜水艇潜进来之后 我想说的是斗志 我不想说这个棋 孰优孰烈 或者说这个棋 黑起和白的谁下的好 就是这盘棋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 很明显 连校更加的兴奋 更加的渴望胜利 而且而变相一呢 明显有一点 就是那种宝的意思 就是在想宝 这盘棋胜局的意思 其实你的对手 跟你是伯仲之间 甚至实力 还有可能在你之上 你凭什么 有这个资本 对吧 去下一个这么稳健的 对吧 这个宝的这个下法 如果是你的实力 明显脸压对手 那你说我不涉险 那我觉得是对的 对吧 对吧 你想稳吃对手 加一些稍微平位 一点的下法 对吧 往后拖 但是对手 中国实力 完全不逊色于你的时候 其实就是两军相遇 荣者胜 正常说 你不能保 你有这个保的心态的时候 后面你技术会变形 也就是说 我们会看到 当黑棋义无反顾 这样子冲击白棋的时候 其实不是说 这个棋一定是 这个形式是黑的好 全部都看到 爬一下 然后搬起来 也不是说 这块棋一定能活 关键是呢 你气势弱了 真的很重要 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任何的高手 或者说是任何的一个冠军 他要成长 甚至他要夺取冠军的时候 对吧 他的人的气势是很足的 或者说杀气势很足的 就是说还未战 对吧 就已经先夺你的这个气势了 就是感觉你心理压力就已经很大了 对吧 他只要人坐在棋盘前 你就会感觉你的心理压力巨大 对吧 这就是这个隐形的这个气势 但是呢 如果一个高手没有这个气势的话 你就会感觉 请问会不会感觉 哎呀 这个也 这个人挺厉害的 但总感觉差了点什么 其实我就想这样去形容韩国的小便 变相业 对吧 总感觉他差了一点 而且呢 他确实 对吧 到了今天他也没有拿到世界冠军 对吧 就是 这就是可能区别 就他没有那种气场 敢拼命搏杀的那种气场 就是 旗下的非常的好 我们看到 这里的话 防守也非常的严密 就是这 当不能让黑的活了 然后他就继续的 这里要杀黑起 然后当黑棋搬出去之后 每一步棋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和机器一样 请我们看到 我觉得他的谋算和计算是非常的精准的 然后他这里跳方跳到这里 如果直接杀的话 这个地方有一个碰靠 有一个跳 这地方不一定杀了死 他先跳一下 如果你补棋 他再加过来 请我们看 这条路是没有路的 那这样的话就结束了 就这时候黑棋是不能够 他跳的时候是不能够再下了 这个局部 请我们看到 那这时候也是黑棋就裹断气子 那气子的话 下到这里 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 请我们看到 对吧 你这个套也是无功而返 这个断点 请我们看到 我们是可以真吃的 请我们看到 对吧 我给大家摆一下 真吃是没有问题的 套吃的话是没有用的 似乎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就能看到 他就这样横跳一个 或者这样飞一个 你是活不了的 对吧 这是一般的棋手 或者说一般的状态 一切都是完美的 然后你都大龙愤死了 这个地方愤死了 然后我还把上面给你掏活了 那这时候好像似乎 黑棋就面濒临一个绝境了 然后中间四个子 如果是正常的淘四个的话 白棋把这一补 那棋我们会看到 非常的实惠 请我们 这个实控也很多 上面 假如你吃不掉我 上方那四个白子 对吧 黑棋的实控 应该说 这时候是岌岌可危 对吧 一切的谋算都是顺利的 一切的谋算看起来都不错 但是 接下来我们 就是所谓的 所以 为起码总是有意外发生的 就像生活一样 总是有超水频发 或者总是会有 我们赏心悦目的妙手 总是会有那些 对吧 闪光的一刻 所以这时候呢 由于你的旗下的太完美了 你的旗下的太工整了 对吧 你的旗下的有点太机械化了 对吧 机械化了 就会导致呢 对手呢 你逼迫对手 这个时候要想办法 也就逼迫 年校在这个时候 要对这块旗 进行一些处理和救援 对吧 如果这块旗 刚才的这个二路潜水艇 这样被惊吞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时候呢 在巨大的压力下 在这个绝境下 也就激发了他的斗志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步棋 下一步棋一出 我觉得整盘棋的 就是双方的状态 就逆转了 球门 就是 此步一出 韩国的小编变相 应该说是就 整个人就开始手忙脚乱了 也就是他 漏算了对方的这一步 相当于一个 活棋的绝世妙手 让他进退两难 我觉得也是他的这个旗下的太好 压迫了 逼迫对方去 激发对方的潜能 对吧 让对方下出了一个 说白了 可以引以为傲的 或者说可以 这个在自己的棋谱 生涯中 人一盘 这个 一生中 引以为傲的一盘棋 对吧 说白了 可以拿来 后世拿来吹嘘的一盘棋 我们来看看 笑笑下了一步什么棋 请问 这时候笑笑下了一步 感觉像是 对吧 请问我们看到 感觉像是滑飙的一步棋 感觉像是 请问说 这个 如果平时下这步棋 请问说 那 你会说 这是 我这对手好菜啊 这是啥意思啊 这不送死吧 对吧 这形状都打拔的 这点子啥意思啊 不送一手棋吗 请问 但是呢 当一个冠军 下出这步棋的时候 请问 对面的小编 应该是 一声惨叫 我相信他这时候全明白了 就是 非常的懊悔 其实他这边 我觉得可能也有更好的下法 或者甚至这个不跳了 直接先找到他这里再压一下什么的 再跳 将会好一点 但这一切都是后果要没 来不及吃了 请问 我们来看看这步棋的可怕之处 首先呢 这个棋 如果你不走 对吧 那就很简单 黑的一定吃回来 那吃回来之后 整个 虽然我的 右下的这七个子死了 但是呢 你整个的 下边的这个边控 就全部被我打穿了 因为本来这里就是 你的视力范围 对吧 我虽然是死了 损了一点 但是只要能这样停进来 把你整个的这个 下边的这个模样给打穿 那黑的肯定是成功的 那也就是说 点的时候呢 白棋特别特别想下的 就是这不接 或者说是 这个地方拼命计算的话 就是想下这不接 但是 请问看 他不能下这不接 我们来看为什么 他接完之后 这时候黑的再断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请问觉得 这不是肯定还是只能真吃吗 没有想过 不能退 请问退的话 这个棋出去 白的就崩溃了 你来看一看 这也就首尾不能坚固了 这里要吃你 这里要吃你 就是说呢 他断是一个命令棋 你只能真吃 这时候黑棋一个 可以先把这个推斥一下之后 这里有一个眼 请问再仔细看一下 然后这时候 他一个二路的套打 这个威力就显现出来了 请问看到 他还是一个二路的套打 套完之后 请问看到 他就往里长 长完之后 当你这里去加的时候 由于这两个子的交换 导致 黑棋多了这个斑的借用 斑你只能吃嘛 斑了吃的借用之后 请问看到 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当黑的在虎上天的时候 你发现你封不住了 请问 刚才没有这两个子 大家可以看看 你出不去了 我可以直接摁住你 因为你这个靠没有 我飞住你也行 就你这里正好插一个子 你靠我可以退 你这里是出不去的 请问 你不可能两个都先手 这棋就死了 就是说他有了这个棋之后 他斑你只能吃嘛 然后他再出去 这时候呢 一个很尴尬的现状就发生了 你封不住黑棋了 球门 白的封不住黑棋了 封不住黑棋的后果就严重了 球门 我们随便摆一个 一旦封不住黑棋 这块棋被掏活的话 那白的就崩盘了 这个棋球门 就崩溃了 直接就可以投降了 等于全部被活光了 那这一点损失完全可以接受 这肯定是吃不死的 如果你强行杀的话 甚至马上就被反杀了 大家看 你已经自己要被反包毁了 肯定不能断的 大家看 你直接就被反杀了 你不断人家就出去了 所以说这时候 变强行突然发现 这个点在这的时候 他不能接了 然后这盘其实有一个 他很尴尬的现状 那就不能接这个话 他只能反打 反打的话 打结也有个很尴尬的状态 就是崩溃这去定眼看一看 这盘棋他真的太尴尬了 如果打结的话 他全盘一个结都没有 由于他上来把上面的一些棋都卖了 他没有劫财 因为这个接完之后受不了 这个接完之后 再一打全部都爆炸了 可以摆起 没有劫财 就你断这个 他不要了 这个转换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也就是说 打完之后无解了 这个棋活了 然后他不能接 不能接的话 这个被抽通的话 非常的痛 但是他还是不能接 也就是说 这部棋直接把他的 所有的预料都打破了 就不瞄手 他很想接 但接不了 那不接的话 他就只能后退 后退的话 这个被吃过之后 他所有的谋算 所有的谋划 所有前面淡定的这些表现 都没有了 因为这个地方损失 至少在将近十目左右 一下就把这个前面 所有他看起来的优势 全部都仗送掉了 而且关键是 气势不对了 对吧 就是如果你不接 被他吃过去之后 整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整个的气势上 整个的气场上 黑棋是不是就叫 气势如虹 对吧 我们下了个妙手 你只能委屈求全了 那我们肯定是趁胜追击 整个是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 而且他是一个高度沮丧的状态 他本来以为 他一切的这个精密的下法 精确的下法 已经可能接近胜利 拿下比赛了 然后这时候 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击 给你想象一下 其实很难回过神来 而且他又不能不妥协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盘棋的 点睛之笔 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故事 对吧 这盘棋也就是笑笑下完这盘 这部棋之后 应该说 他的第九次八强之旅 八金斯之旅 让他看到了 那个突破自我 战胜自我 晋级四强的希望 也就是确实发挥的好 所以这里经过参考之后 确实不能接 由于这边 这边这个棋就死灰复燃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两部棋的时候 变相一的心情 我觉得情绪会非常的低落 对吧 但是呢 没有办法 由于他虎的话呢 吃回去之后 这里还会被分断 所以说 只能这样去构筑防线 关键防线呢 其实还是有点止糊的 因为这边还有点 还有断 还有夹 味道还不好 但没有办法 然后就说再看看黑起 对吧 请我们看 是不是越战越勇 而且上面没有完全活 这里有一个点杀 我们刚才只是说 就是说局部暂时死不了 所以说当下完这部之后 变相一眼是 白起也是担心上面的死 骑 所以说先把上面 再拍一手把它做活 那再看看黑起 我觉得下到这里 虽然说局势还是两分 但是大家也没有感觉到 其实 对吧 虽然说 技术上局势还是两分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从这个气势上来看 从双方的状态上来看 胜负已分 就吃了这部重击之后 已经 大家已经看 整个的格局 已经不在白起这边了 对吧 黑起也是越战越勇 包括这个点 直接要求这个起 你加完之后 甚至这里 我们直接以后刺过来 这里还有起 给大家看 这一次 再一冲 全是断 已经不是说满足于 比如说我们这里 去吃你这几个蚕子 这就叫气势如虹 这时候 接下来 边向一应该小编 就下出了一些 慌乱之中 下出了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你的整个人不对了 本来你以为你接近胜利了 就相当于你觉得 今天要该收工了 突然重新开手 不说 优势也没了 对吧 甚至我们还劣势了 而且莫名其妙 吃了一个妙手 对吧 心情肯定很差 就一般的起手 真的这个时候 缓不过来的 就他情绪上缓不过来 那缓不过来之后 他接下来就会下缓手 或者饿手 对吧 你的思动 因为你还沉寂在 被这个打击中 没有恢复过来 对吧 就这个时候呢 就会 要不就急于求成 要不就 这个起下的比较缓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看到 白棋的拖断 就是有一点 着急了 这边也是有点 急于求战 急于求成 然后断完之后 突然又发现 这个棋站不过 大家看到打吃 一切都是看起来很顺利 但是在想推的时候 突然还推不动了 这个子早就准备好了 大家看 封不住了 人家早就摆好姿势了 摆好正式了 就等 惹你来下这个 入这个套 包括甚至 这个 班是不成立的 黑了直接就能断 我给大家摆一下 这里应该 可能白棋又有个误算 大家看 看起来很美 求们 看起来美如画 但是下到这里 你会突然发现 一点都不美如画了 求们 包不死 大家看 因为包不死 你就全死了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 断完 打完之后 突然发现贴不动了 又临时回头 求们有没有感觉 枪法又在溅乱了 其实这个时候 应该说 非常的 可惜 下了一盘好奇 但是吃了一个妙手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围棋就是这样 有意思 求们 你明明发挥得很好 你明明下出自己的风采了 但是激发对手的一个 绝世妙手之后 自己倒下来 就相当于你变成了一个 很好的老师 求们 对吧 你完美地 教会了学生 该怎么样 去下妙手 怎么样发力 对吧 你完美地构建了一个 让自己陷入绝境的一个图 对吧 这时候我们再看看 再去拼命 已经是为时已晚 然后这里断 像寻求头绪 然后黑的打一下之后 长 贴的话全部撑住 你们看到 寸土不着 这时候的白旗 已经我觉得 有点乱了 正法了 当然了 局势还是 相对来说有点混沌 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这时候下了一个漏吃 漏吃完之后 也是想先手 把这边的 做一个清处理之后 在脚上做一点文章 他先手可以火 由于漏吃完之后 搬不过了 给大家看看 搬的话就坏了 千万不要冲动 这里不是打结 这里 我们看到 两边不能兼顾 所以黑旗只能是往回走 往回走之后 白旗拐在脚上之后 能够先手便宜一波黑旗 虽然脚上 是黑旗还是快一气 但是他有一个 一路点的好手 能够搜刮到黑旗 这也是其中 我们可以用一下 如果普通弯的话 就没有味道了 点的话 他逼迫黑旗 不能挡 因为这里有一个铺 对吧 铺的话 你要提就死了 打结的话 也不行 所以说点的话 黑的为了演气 必须这样送一下 送一下之后 好处非常显而易见 这里 白旗可以先手吃一下 这下之后 木树非常的有力 对吧 等于你送了一个段 送了一个段之后 看起来又 局势又稍微的缓和了一些 请我们看到 然后这时候 小编继续的 在外面弃子 想构筑防线 重振旗鼓 请我们看到 但是这个旗已经是 我觉得 不在他这一边了 请我们接下来又 构筑防线的时候 又忙里 忙中又出了错 我们会看到 接下来这个黑旗又下出了 让白旗 痛不欲生的一个组合拳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时候 局势已经是 有点难过了 请我们看 因为这里 之前的外势 请我们看到 已经被黑的弄得 已经全被 要被惊吞了 就是说 叫一个很简单的刺 小编相一 也是一时不察 就是说 没有想到这个刺 还有一个后招 应该说 其实刺的话 只能接上 接上的话 把自己的 这一串子给送掉 如果贴就算了 如果不贴的话 以后我们先手拐一下 这事就了结了 也算了账了 然后他其实可以在 这个 就是请我们看到 可以在这个 接之前 他把这个棋走掉 而且一定要扑一下 他把这个扑了吃掉 请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老师为什么要扑一下 不是感觉损了两木棋吗 这时候非常必要 给请我们说 他只有这样子之后 他以后拐在这个位置 请我们看到 黑棋由于气井的原因 拖不进来 他这块棋就是 留了一个活棋的后门 如果你直接吃的话 是不可以的 虽然拿到了两木棋 但是呢 你以后再拐的时候 这块棋是没有眼的 被黑的硬团住 只有一个眼 这个眼是 后门是 非常 作用非常大的 因为请我们看 上面是破破烂烂的 随时有可能被黑的切断 或者是去攻击 或 那个占便宜 如果你留一个 这个活棋的后门的话 那你就不担心 对方从天上走了 谁要不停走 我就活了 对吧 你如果这样破一手棋 我再活 我就 活的 我上面摆个眼就完了 所以他应该是 把这个铺掉之后 就是铺完 都先手走掉之后 街上彻底的 把这些棋都放弃 如果黑棋吃 吃这个棋 然后我们就围中央 直接经吞这四个子 孤注一掷 就堵中央的死活 如果黑棋这时候 逃窜这四个子 那我们先手拐回来 那这个刺就没有用了 怎么看到 那就正常的收官 你吃四个子 那我们就再慢慢下 其实这个时候 白棋的时空 还是挺多的 因为基本的 这个右下的 这个七个被惊吞掉之后 其实白棋的时空 也不差的 光这个右下 就有六十多目 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 正常的话 可能黑的得 跑这四个子 然后他拐一下之后 依然是一盘细棋 甚至说白棋 依然不落后 但是关键是 左上要把这个棋扑掉 还有就是一定要接 这是我们 给大家强调的两个点 但是这两个点 边向一都没有走 没有没走 我们来看看实战 他想先贴一下 他以为这里是没有事情的 肯定是看错 然后要靠一下 引一下之后 他一个班 他当时是想 你冲出去 他就那边做火了 但是这时候 机制的黑棋 当机立转 把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手段给消灭掉了 把这个木属给拿掉 把这个盐给破掉 那白的就没有办法了 只能从这头连 因为其实这个赤掉很大 要不然 现在的话 这个局部以后一打 请大家看到 这个小尾巴是打结的 是被黑的喊在嘴里的 关键是不是在这里 这里并不是致命的 关键是这里先刺了一下之后 这时候 接下来 这个黑棋拔出了自己的屠刀 请大家 冲一下之后 请大家看这冲一下有什么用呢 我们来揭晓答案 这个二路一家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整盘棋彻底就击溃了 这个直白的变相衣 小编这时候应该是仰天长探 早知道我不贴了 他应该这里又没有注意到 他到底看错了什么呢 我们来给青梦看一看 可能青梦觉得 很街当不行的被吃了 那青梦会觉得很奇怪 那我挡住不是没齐吗 他这里又看错了 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形状 这个一路沾的仙手 请我们看到 对吧 打是决先嘛 一路沾了之后 由于这个很巧妙地 加了之后 这里有一个断点 请我们 你正常是点杀了 但是点不了了 人家断就全部跑回家了 如果你就这个断点 那对不起 这个 对吧 之前最大的这块龙给活了 那肯定是不行嘛 也就是说 这时候被加了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不能挡了 不能挡 他只能接 然后被一个切断之后 这时候他就是 我下不起 我觉得是含着眼泪下 他接也接不上了 搬也搬不了 所有的这些顽抗 都会吃这个弯 请我们看到 这里有一个偷渡 所以说呢 他断到这里之后 他只能这样子下立 请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他那种绝望的神情 以后这个被冲出去之后 请我们看到 人家还可以先手吃 你还得补齐 请我们看 光这个地方 就又被刮了十几目了 总共救回这三个子 还没十目了 以后这一充施 根本就解决不了 然后这时候 黑棋再把这个 从容着把这三个子 四个子吃住 把这个中央 三个子连回来 这个关子又是 一个血亏的状态 请我们 至少是一个天幕企 所以说在 刚才局势 已经不领先的情况下 莫名其妙 又就相当于 亏损了一个天幕 请我们想 那接盘其结局 可想而知 其实已经就 走入到了一个 就是必败的一个尾声了 也就是说 这盘棋 就是因为 这块棋的一个味道 早知道 可能他唬一下 什么算了 想撑 然后多吃一点 结果又没有注意到 这个一路弯的特性 应该说 盲中又出错了 这一下的话 就直接导致自己 濒临的绝境 所以说这时候 没有办法了 由于控实在差了太多 只能是强行侵吞这四个字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黑棋下了哪里 也就可以看出 我觉得精神状态和战斗面貌 其实这时候 可以得简单地处理一下 可能已经是明显的 优势或者引起了 或者点一下 但是不 这时候的 我们的联系要告诉你 我认为 你的防线是指弧的 我还要把这四个字 播出来 没有为什么 有球门说 那为什么我们 绝对优势还要涉险呢 因为很简单 他认为你吃不死他 就这么简单 球门 他觉得他不会死 他没有觉得他在涉险 他觉得他在 走一个正常的下法 一般的分寸 这里我们给球门看下 其实确实也不是很危险 如果你正常地贴的话 黑的会是一个跳 如果你正常地挖的话 由于这边有两个线 我给大家看看 点一下之后 我们随便地打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就 横并一下就行了 横并一下之后 这里要断你 你补这个断 我就把这个连上来 你不补这个断 你断我吗 我也把你断了 对吧 那你拢就死了 所以说其实 确实没有太大的 危险和凶险之处 其实硬贴也可以 反正我粘上就行了 所以说这个形 你贴是不行的 贴不行的话 所以说最后呢 变向一也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看到贴明显不行 只能是靠这个虚加 最后一搏了 因为已经没有实控 空肯定是不够了 这个气 但是呢 你虚加对方是已经计算精确的 我们看一看黑棋怎么下 一个冲断 冲断你这边打完之后 你是不能让这边顺打了 你只能贴 这个打完打就回家了 那贴完之后呢 就郑重 可以洗得下怀 这里没有 拐一下之后 请我们看到 继续往这里跳 白心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是挖这里 要不然刚才我们说的 细不扣了 比如说黑的 简单的一退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里有一个断 它其实可以死三个 它想把你这个尾巴给割掉 它直接断这就可以 所以说白骑的没有办法 只能硬撑 它又要吃中央 又要护住自己 就是左边刚才说的 这大串白子 这大串尾巴 但是其实是 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我们来看一看 黑的正常的体子 白的已经无以为继了 就不能接 接的话 这块骑的气已经不够了 直接收就死了 对吧 这五个子已经被干掉了 所以说 它就只能是 耿住这个气 耿住这个气 虽然说 能够吃死黑旗 我们来看一看 黑的就顺势 拐一下把它弃掉了 虽然说这个时候 它这里构筑的防线 其实没有吃黑旗 说错了 但是黑的都没有吃它 这样的其实已经是死了 但是黑的下了一个根狠的 我们来看一下黑旗 黑旗把中间就送给白旗了 因为下面吃那一片更大 下面吃那十个子 有三十多目 就把中间送掉之后 而且非常的痛快 请我们看到 一连串的滚打包收之后 先手把那块旗给吃掉了 关键是呢 它再把最后的 我们说最大的这个关子 又走回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判断 刚才如果它吃的话 这个关子会被收掉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稳健 它把黑旗把这个关子 锁回来了 走回来之后 关键是这里的话 还有一个搬出 算总账的话 白的并没有吃到太多东西 而且整个 就我们看到整个左边 就是我们定眼一看 已经是尸痕遍野了 就是已经黑的的时空 在整个左半 已经来到了大概80亩左右 刚才一个很小的一个两个角 大概对吧 20多亩 现在来到了80亩 所以黑白的这时候 已经是基本上远远不够了 当然小编也是做出最后的努力 这时候 在这个角上去看看 搞一点事情 能不能你印错了 我们能够绝处逢生 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棋 还是有一点考验大家的 就是如果大家不能召集虎 一召集虎 这个棋就有可能又翻盘 它断一下延弃之后 它可以硬加你 你只能是加脚上 它打完之后 硬来 这里会有一个打结 如果这个脚变成打结的话 那局势又将混沌不清了 因为这边白旗 这个左上角有一些本身杰材 当然这个南部岛小小 最后的时刻挑在了脚上 如果你顶的话 我们就接上 挖的话我们就吃 这也是顺利地 渡过这个最后一个小的陷阱 其具也就是来到187首 白旗继续收一部关子之后 我们摆到了191首 最终是199首 小编调整了几部情绪之后 也爽快认输 最终连校用出色的发挥 两记绝世的妙手 让自己突破了自己的心魔 挺进了世界大赛的四强授次 我们也是恭喜他 那这盘棋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